七百一十四集 玫瑰健壮 手里短刀一番 狠狠地朝着张又才的身子上扎下去 张又才的反应倒也迅速 立马一转身子 躲了过去 咬着牙 狠声说道 玫瑰 我再跟你说足以后一次 那孩子不是我杀的 而且 师兄前两天就已经在我们家了 此时他正在赶来的路上 是 你要是被他知道 你竟然敢同门相残 那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林语听到这话微微一争 显然他有些意外 原来玫瑰和张又才是师出同门啊 同门 笑话 你们何时把我当作个同门 玫瑰竟然有些讥讽地吃笑一声 随后声音一冷 沉声说道 别说灵霄来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你今天也得死 他身子陡然间飞奔出去 同时手中 甩出了一张黄色的符纸 只见那符纸在空中火光一闪 陡然间燃尽 与此同时 玫瑰的身影则陡然出现了两个 左右朝着张又才冲上去 将他退路全部封死 张又才的面色一变 知道玫瑰用的是悬术里的一招障眼法 他立马闭上眼睛 仔细一听 发现只有左边那个人影带着响动 他立马脚下用力 身子猛地朝着右边扑过去 立马将玫瑰这招障眼法给解除了 但是此时与玫瑰一起过来的那个黑影 已经冲过来了 手里的匕首狠狠地刺向张又才的脖颈 张又才大惊失色 身子猛地一弯一叠 正好将这一刀躲过去 随后他猛地起身 再次做事 要往刚才的树林里冲 此时他已经看出来了 要是硬听下去 他根本不是这俩人的对手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抓紧逃走 林里见得要跑 立马从地上抠出了一个石块 他陡然间扬上石块迅速地射出 正中张又才的脚踝 张又才只感觉到脚下一疼一麻 身子一个亮枪倒在了地上 拿命来 玫瑰猛吓一声 身子骤然间扑到跟前 一刀朝张又才身上炸下来 张又才双手撑地猛地一蹿 虽然避开了要害部位 但是大腿处还是被玫瑰硬生生地炸了一刀 玫瑰手下没停 另外一只手手里的短刀也猛然落下 一刀炸向张又才另外一条大腿 张又才顿时双手抓着大腿发出一声惨叫之声 声音颤抖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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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你弟弟不是我杀的 不管杀我弟弟的是不是你 你都得死 玫瑰的声音里带着满腔的愤怒 他冷声说道 你放心 等杀了你 我就去杀了那老东西 话音已落 他一把抓出了右手的短刀 一个剑步骑身上前 手里短刀狠狠地扎向了张又才的脖颈 但是眼看他手里的短刀就要扎入张又才的脖子 一个身着白衣的影子 不知从何处而来 手里抓着一把带着剑鞘的法剑 叮的一声格挡住了玫瑰下落的这一刀 紧接着那个人猛地将剑一挑 玫瑰只感觉到手上传来了一股巨大的力道 胳膊不受控制的猛地一扬 身子也立马蹬蹬蹬后退几步 那白衣人再次往前走一步 一剑鞘击打在玫瑰的腹部 玫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而跟玫瑰一起的那个黑影 剑状立马冲上来 快速挥舞着手里的短刀 跟着白衣人缠斗在一处 不过那白衣人明显能力更上一筹 一只手背在身后 另外一只手抓着法剑格挡着男子的攻势 他瞅准了机会 一剑鞘打在了黑影的左腿上 咔嚓一声 骨头碎裂的声音 黑影瞬间扑倒在地 师兄 师兄 你来的 张有才看到白衣人之后面色大喜 陡然间长长地松了口气 我爹 玫瑰见到黑影被打倒在地 然后他顿时急了 立马冲上去要扶他 但是那个白衣人已经挡在他的面前 玫瑰一咬牙 手里两把短刀翻飞 拼了全力朝那白衣人攻上去 你尽敢 你尽敢对自己的师兄统下杀手 你找死吗 此时白衣人冷横一声 手里法剑一转 立马朝着玫瑰迎上去 虽然玫瑰已经出了全力 但他仍旧不是这白衣人的对手 几番拆招过后 白衣人一脚将那玫瑰踢倒出去 他这一脚踢得非常重 以至于玫瑰被踢飞之后捂着肚子 半天没爬起来 林语心头一动 他紧紧攥住拳头准备要冲出去 师妹 就凭你这两下子 也想跟师父作对 白衣人冷笑一声 接着将手里的法剑指向玫瑰沉声说道 既然你那瞎子弟弟死了 你这么痛苦 那我就送你下去陪他吧 你说过 只要我按照你的吩咐做 你就不会杀他的 玫瑰双眼死死地瞪着白衣男子 满腔怒火 这几个字几乎是从牙缝里蹦出来的 是 但是我当时说的是 你死了 我才不会伤害他呀 白衣人无所谓地笑了笑 语气轻松 既然你没能履行承诺 那你弟弟自然要替你死咯 我杀了你 玫瑰嘶吼一声 身子陡然间窜了起来 但是那白衣人手中的法剑一转 狠狠地击打在玫瑰的腹部 玫瑰再一次飞出去 身子在地上滚了几滚 呼吸微弱 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白衣人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蹭地一声 手中法剑拔出 森寒剑身泛着冷光 在黑夜中是那么的明显 师妹 这一切都怪你自己呀 如果当初你按照我的吩咐 杀了那何家荣 那你弟弟就不会死了 你也不会死了 白衣人冷横一声 接着将剑尖对准玫瑰 玫瑰轻轻地闭上眼睛 嘴角反而流露出一丝笑意 其实现在死对他而言 是一种解脱 而死后 他就可以见到 自己最疼爱的弟弟了 只是唯一的遗憾的是 死前没能见上 那位何先生一眼 也没再机会 和他道上一句珍重了 这事不能怪他 杀我可没那么容易的 此时林雨背着手 缓缓地从树林里面走出来 望着白衣人淡淡说道 你要不信的话 你可以亲自试试 看到树林里面 突然窜出一个人影之后 白衣人和张又猜 齐齐一争 显然无比意外 玫瑰心头也是猛的一颤 因为他此时已经听出了 这声音竟然是何家荣 可是他不敢相信 何家荣会在这儿 这不是在帮何家 拍那尊神王鼎吗 不是已经和何家 一起离开了吗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儿呢 你是什么人 白衣人瞥了林雨一眼 冷冷问道 手中法间一转 指向了地面 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因为光线太过微弱 所以他一时也看不清楚 林雨的面容 你一直想杀我 我站在你面前 你却 这里没你的事 林雨刚要开口 但是玫瑰突然 拼尽了力气冷冷地 打断了他 显然玫瑰是想保护他 冲林雨冷声说道 这是我们同门之间的恩怨 与你无关 你快走吧 你的事 怎能与我无关 本集结束了 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